好,那這堂課 我是陳偉,然後是今年氣管系的新老師 我是一個神經 slash 行為經濟學家 這門課修一修你的學修會比較了解這什麼意思 那你應該是個八二以上的學生 大一的話,不是很建議修 那如果修過大一經濟學或是維積分是比較好的 請問新建的兩位名字是 陳彥全還是郭偉全 陳彥全 等一下 陳彥全跟郭偉全 OK,找到了 好 好 OK 那 助教未定 吳怡軒 吳怡軒 OK 好 對 我只是要缺一個大概的元素 所以沒點到其實沒關係 這樣元素已經夠了 那助教的話還沒有確定 確定了之後會再公佈 不過這堂課的助教也是行政類的助教啦 就不是真的是幫你們上課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問題也是找我 所以其實助教 對 好,沒什麼用 好 那這門課呢 就是BA3070 然後個體經濟學 所以如果你走出教室的話 現在是離開的時候 然後 這門課是研究說 個人 研究個體怎麼做選擇 就是比如說他的標題寫 不過這裡個體可能會有一個誤會的意思 就是說 其實這裡個體 英文是agent 或是 所以這個agent的意思呢 可以是 最簡單的 個人 也可以是一個廠商 事實上我們整學期 大部分的時間 會是在討論這兩種agent 前半時間是在討論 前三分之一到前半 在討論個人的選擇行為 那後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會討論這個廠商的選擇行為 中間穿插一些政府的角色 包括抽稅啊什麼之類的 那政府更詳細的角色 會是在以後的課程 才會有介紹 那這是一門社會科學 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 那什麼是社會科學 就是說 我們用科學的方式 討論社會上的問題 那 所以這堂課我們不會討 但是我們這堂課不會討論匯率啊 或是經濟成長這個問題 因為那是一門 那是總經課討論的東西 然後這堂課 這堂課 就是用科學方法討論社會上的問題 所以這堂課 也不會教你如何賺錢啊這種 就不會教你如何直接的賺錢 但這堂課也不是一門純理論的課 也不會有任何實用價值這種成分 事實上我們是教一些 很基礎性概念性的東西 讓你應用性其實是很廣的 只是不直接在這堂課上 教你的運用這樣子 是打底的基礎 對 那另外常有學生問的 就是說這門課 就是應該說 這通常不是一開始問啦 通常學習中間的時候 大家會開始confuse 就是說 不知道你在網路上 聽過什麼左派啊 右派啊 資本主義啊 然後跟社會主義啊 什麼之類的 那這門課其實也 並不是資本主義 per se 就是不是資本主義本身 他不是真的教資本主義 但是我們會討論到一點這些 觀念上想法上的問題 這樣子 那時間的話 office 3 現在這個時間就是政客時間嘛 那星期三下午是我的office hour 但是我是希望你一定要事前跟我先約好這個office hour 因為 然後這也是代表說 雖然我排列至office hour是星期三下午 但是其實 如果你要在其他時間跟我約 只要我敲得出時間 然後你也OK 我們是可以在約別的時間 比如說 在講課下課之前啊 上課之前啊 之類的 那 正經教室 obviously 是i1111 這樣子 然後我的辦公室在i1的804 這邊樓上8樓 但是呢 這辦公室暫時還在整修中 然後所以 暫時還沒有 還不會有辦公室 所以 你跟我約也是約在其他地方這樣 好 那 第一個 問你們的問題是 你為何修這本課 三個同學好了 這 舉手一下嗎 不舉手就抽的囉 抽籍我比較好奇的 好 呃 陳立安 嘿 我 在大學要去研究所 然後開規定所 往在畢業地方 修各種研究 你還沒有什麼研究所 我要去念 人物資源 人物資源 和工業 喔 OK 去美國拿走學料 我現在走到 歐克爾是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喔 OK 不錯不錯 很冷的事 好 呃 嗯 那 那 那 看一下喔 有來的 呃 宋偉 嗨 嘿 請桌 呃 有興趣嗎 有興趣的 你以前收入任何相關的分子嗎 沒有 完全沒有 經濟相關的分子 OK 好 再來一個 我都挑一些戲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呃 賴絲景 請桌 那 有選出過類似的課嗎 這兩個同時 然後就是 是什麼 生活經濟學 對 那真的跟經濟學有關係嗎 有啦 好 好 那 那 呃 現在前面有問這個問題 對我講了說 你修過 大義經濟學 就是 其實我不太宣傳你們這邊這樣 我知道我們是 氣管系是叫經濟學啦 那經濟系 我不知道叫什麼 可是有可能 經濟系不會在這裡 好 那 就是這樣講 有修過大義經濟學 或是 Equivalent 類似的課程的舉手 好不好 OK 這舉手應該 是不是大部分是氣管系 好 大概是 好 那 有修過 沒修過 微積分的舉手 好不好 好 只有一位 兩位 OK 那 這堂課我用的課本 理論上它上面會寫 是一門 不需要用到微積分的課本 但是呢 有些地方 我可能還是會稍微 用到一點 就是 原因是因為這樣子 會簡單很多 離散的東西 其實反而難處理 那 如果 既然只有兩位的話 就是看你們 如果真的有 到時候有疑惑 那在另外共同 約 Office Hour 大概會花個 一兩個小時時間 就是 Crash Course 版本的 微積分 就是 應該就足以應付這堂課 用到微積分 這堂課大概就是 微分 頂多一點點積分的程度而已 就是 會應該是非常簡單 好 好 好 那接下來是我的部分 為何你不應該退掉這堂課呢 就是 如果你未來會修任何經濟相關的課 那其實這堂課其實是 所有的基礎 就是 你可能會說 那總體經濟學 就總體相關的課 什麼 就是貨幣銀行學 什麼之類的 那事實上呢 現代的經濟學 幾乎都是所謂的 microbase經濟學 就是說 它是 有個體基礎的經濟學 所謂個體基礎就是說 我們討論 總體問題 先從個人選擇出發 再慢慢 aggregate 變成所謂的總體行為 好 我今天講話會有點抖抖 所以我現在覺得好冷 好 那 我覺得 這個甚至有點其次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我自己是 台大經濟系經驗所畢業 然後在出國念經濟學博士 那我覺得經濟學其實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是 讓你可以更有邏輯的去思考一些社會問題 那這個英文就叫 think like an economist 這樣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 這個課堂中我們會講到一些 尤其是應用問題 比如說我們可能討論最低工資啊 或是討論 黃牛票 或是討論 各種各種問題的時候 議題的時候 你會發現經濟學家思考的方式 通常都跟正常人類不太一樣 那這個不一樣的是 它的邏輯關係 也是有原因的 我們會在上課學到 那我覺得也是非常有用的一個技能這樣 那同時 就算不是經濟學 就像 剛剛這位同學說 他要出門 出國 出門 出國念那個 human resource 人資的領域 或是其他領域 像投資啊 保險啊 財政啊等等 事實上 幾乎是上課所有的領域 都多少跟經濟學扯了上一點關係 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思考方式 也都會相當有用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上課的 怎麼上呢 基本上就是很傳統的課 就是我第一年來教書 我還不想要搞太fancy的 什麼反轉教學啊 什麼的沒有的 那 只是 所以我們就用一本課本 就是這個Nicholson Snyder這本課本 那 那個 有沒有 就最好是一個氣管系的同學 能夠支援一下 然後 我下課來找我一下 我會給他書上的資料 然後 統計一下班上的同學 到底有幾本書 要幾本書這樣子 然後幫忙定一下 有同學嗎 這麼多氣管系的 謝謝 沒有人喔 好 我們下課 快下課再來 Deal with this problem 好 那 睡覺啊 或是你要發呆 或是你不是很專心上課什麼事 其實我都不是很介意啊 那請你不要干擾其他人 那你如果翹課的話 到底一樣 就是我不會額外 控你什麼 翹課的分數 這樣 那你可能會少拿到一些bonus 那這個我等一下會講到 提到什麼bonus 那 所謂後果自負 寫行可能會變嚴重派 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跟我說 你都不來上課 然後 結果聽不懂了 要找我另外時間 就是救你這樣子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就是你如果翹課了聽不懂 那你就是得自己啃課本 然後看我的投影片這樣 oh by the way 我每周會把投影片事先上傳 事實上今天的投影片 我已經上傳 昨天晚上就上傳在LIMS上面了 我其實不太會用這個系統 所以我是丟在公告啦 我不知道蝦老師怎麼處理的 然後我是丟在公告那邊 如果你有看到的話就有看到這樣 那所以理論上 你不用抄我上課講的東西 除非是 不用抄我 然後投影片上就有東西這樣 那看今天戴口罩的比例 比上禮拜二那班比例高很多 顯然大家這個對於疫情的那個 警覺性更高 那大家也知道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我們其實也是有可能要變成遠距教學 事實上我現在一直在 錄我現在講的話 跟這個投影片的內容 因為事實上班上就 我們這個班上就有一名那個 陸生 然後就是現在 Exactly就卡在武漢這樣子 那作業 我大概會給六次作業 今天不會有作業 那隨機在課堂上宣布 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覺得上到進度差不多了 或是 我覺得這一段 該考 或是該當作業 我就會宣布 然後大家就 然後都是從課本上勾題目啦 那反正課本上題目勾勾你就回去寫 對 那如果有非課本上勾的 如果啦 我覺得應該是不太會啦 我就再另外會PO在網路上 那作業都是 我都是準備的還 你寫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然後花個幾個小時 應該才寫完的量 所以 希望就是下個禮拜要教 這樣子 那我不收持交的作業 因為太麻煩了 因為有人 你持交三天 他持交兩天 對我來說才太麻煩了 但是呢 我們的plus side 就是說 你只要有交 不要交一個空白的直上牌 只要你大致上有寫內容 就是八十分起跳 你寫的全對 當然就是一百嘛 那你就算 絕大多數都全錯了 你也有個八十分 所以 就是沒有 沒什麼道理 你要持交嘛 對不對 好 那課堂上 我們會跑一些簡單的實驗 事實上 我們今天就會 跑兩三個實驗 這樣 那就讓你看一下 到底怎麼回事 今天我們最後講 課堂跑實驗 那這個課堂實驗呢 就是 額外可以加你的學習總成績 那 就是額外的 因為分數 比例的話 這個是完全額外 在100%額外的分數 所以 你不拿理論上也無所謂 但如果你擔心你自己 快被當掉了 或是想要拿很高的分數 那這個顯然是幫助你 就是 譬如說 在期末考的時候 可以多錯一題的這個空間 那 OK 講到期中考期末考 總共會有兩次期中考 一次期末考 那 分別是3265月27跟618這樣子 那 呃 我不喜歡出題目難度太高的考試 我覺得 沒人太大意義這樣子 那 嗯 對 但是 如果出了發現全班都答得非常的好 那 也就沒有見別度嘛 那我可能下次就會考稍微再拿一點點這樣子 就是 當然還是要稍微有點 大家要有點判別出來誰有好好學嘛 對 那 那 基本的目標是要測試你一些基礎的知識 就是 主要就是上課我一定會一定有講到的東西 那 可能課本上有提到我沒有講到的 就 就一定是我先看過課本我篩選過的重點嘛 所以我講到的還是會比較重要的東西 所以這還是考試重點 那 還有一些簡單的應用 那這是無可避免的 就是 經濟學嘛 不是純粹的學理論嘛 就是要做一些簡單的應用 所以我可能會帶一些實事啊 什麼的進入題目裡面 那 可是基本上 呃 其實應該都不會太難 那會需要用到數學 不過既然 given單就是 只有兩個人沒學過一分 其他人的數學應該都非常好嘛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對對 好 那 成績的比例的話就是這樣 就是 作業30% 其中考30% 然後 期末考40% 記住 其中考兩次 所以是各15%這樣子 其中考兩個 兩個各15% 那 我會試情況條分 那 基本的 概念就是說 我也 也覺得這是一門選修課而已 我 不是特別想要盪人 那 可是你也不要太誇張 就是 然後 如果是真的我題目出太難 或什麼樣的 我當然就會 一條分例就是 全部往上curve 那 是會做的這樣子 那 其實 然後 你如果擔心自己被盪掉的話 基本的原則給你就是說 假設你其中考考 第一次其中考考不好 那 你盡量的 下一次其中考考 請我好好努力一點 我會斟酌看你的表現 假設你是 譬如說一路往上的 那 我會額外再 再斟酌把你拉回來 如果你擔心 就被盪掉 或是說你 譬如說你要 如果念書或什麼之類的 你有成績想要跳一個 等一下 我先確定一下 中央現在到底是等一隻還是 90分 100分之 100分之 好 那如果你想要從 譬如說 80 9分 變90分之類的 還是這種 也是跳一點點 那我就是也是看你的表現 是否是一路往上 那我們可以斟酌的 幫個人 調整一些分數 這樣子 好 那本來要講加簽規則 不過 顯然沒有想要加簽的人吧 是不是 來的人都是已經選上了 對不對 是吧 那就沒有加簽規則了 好 好 那到這邊對這張課 有沒有問題 或是已經決定要離開了 也是 對 沒關係 有問題嗎 好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 第一章 第一章呢 就是講這個經濟模型 Economic Models OK 好 那 先講簡單的 那這個修過大一經濟學 應該有點概念 所以 什麼是經濟學 來我們 修過大一經濟學的人裡面 買到一個 正存方 好 嗨 戲碼戲碼 大一修過嘛 好 那什麼是經濟學 先不要看上面 就是你直覺的想法 不好意思 可以稍微大聲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可以稍微大聲點 OK 好 那 他說是討論供需 這樣子 好 其實供需 或是 更多 比如說其他的內容的話 更多的模型 那其實是 其中一種討論方式吧 可以這樣講 OK 那 實際上 經濟學 你整體來看的話 他所有的問題 都可以 summarize 一句話 就是說 我們是在研究 怎麼樣分配有限的資源 OK 那 換一個講法 就叫做 我的講法就是 choice under constraint 就是 你 現在高中 應該還有教那個 線性規劃吧 應該有吧 那 高中學 線性規劃的時候 就會跟你講說 什麼 這個人要 什麼 比如說什麼 要種田 然後他田的肥料 有什麼限制 那個有什麼限制 然後 三個限制加起來 你就發現那個限制 是可以寫成一個 就畫出一塊區域來 然後就有一個 要maximization 的一個 function 對不對 那你就會 maximize那個 function 就是把那條線 推到最右上角 就是這個邏輯 那那個其實也是一個 constraint maximization 或是choice under constraint 就是你要 你要做一個選擇 一個choice 然後under一個 constraint under一個限制 這樣 那 只是 高中教呢 叫做線性規劃 就是所有的那個 constraint 都是線性的 OK 然後你的maximization function 也是線性的 那我們在 大一以上的經濟學 其實主要是大二啦 主要是這堂課以後呢 你會遇到的 會是所謂的 非線性規劃 就是我們的 函數會是非線性的 或是曲線 就是這樣子 對 大致上我覺得 就這樣 是這樣子 其他兩句的話 其實我們之後會再提到 我現在就暫時先不講 好 那什麼是個體經濟學呢 好 創造一個所謂的市場概念 OK 那這個我們會 在今天的課 在整學期的課 會一步步看這個細節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去建構 所謂的individual choice 再去怎麼建構firm的choice 然後firm加individual 怎麼樣形成各式各樣 至少四種 比如說 理論上你大一經濟選 應該有學過的market 就是monopoly 就是獨佔 完全競爭 寡佔 跟不完全競爭 這四種市場等等的 這樣子 好 那實際上在micro economy當中 我們會討論的這個economic choice 其實各種選擇都有 包括說你找工作啊 你是找你的伴侶啊 或是婚姻對象啊 或是你在討論 股票怎麼投資啊 甚至我們在uncertainty那一章 就會找到一點點股票投資的一個 一個模型 其實是一個蠻有名的模型 然後或是說你要租一間房子啊 那你要怎麼選擇 或是說 或是說 其實任何的 你只要是在社會上的選擇 包括說 墮胎 犯罪 然後 各種各種的 只要不是一個自然界的選擇 比如說 那可能是比較物理 物理學家化學代研究的東西 那我們研究的就是社會 當中的各種選擇行為 好 那 什麼是經濟學的模型呢 就是economic models 就是這一張的主要主題 就是 在這裡模型 它是指 一個理論上的一個 一個 怎麼講 理論上去 抓住一個市場 或一個現象的一個數學表達 OK 那 它理論上應該是要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那很簡單的原因是因為 這樣子才比較好分析 但是它必須要把重點 各種細節都要抓住 那 有一句我很喜歡的話 就是 這邊寫第二句 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some are useful 就是說 你用一個模型去模擬一個 現實社會 或是說 即使是在自然科學當中也常見這個狀況 就是 物理學當中有一些很多模型 其實是 簡化的模型 或是說 不考慮很多因素的模型 那這些模型 所以因為它簡化 因為它 不是完完全全真實的 那 所以它 注定 都是錯的 沒有一個模型是真的正確的 但是有一些模型會比其他模型比起來有用 好 那這個有用就有很多個面向 一個 現在比較流行的概念就是 預測 比如說 假設我能寫出一個模型出來 那 預測了 股票市場 或是保險 保險市場 或是匯率市場的 漲跌 那 我就可以拿來賺錢 那這對我來說 假設我的目標 就是為了要賺錢 那這就是很有用的一個模型 那 經濟學家的話 相對比 傳統經濟學家 其實比較沒有那麼care 這個部分 另外一種有用的方式 就是說 當我這個模型 可以正確的 把主要的社會現象抓住 可以讓我知道說 這個社會現象 它的mechanism 是什麼 機制是什麼 那 這就會是一個好模型 好 那這個我們陸陸續續在未來 你可能會有更生的體會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就講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模型 好 這個模型簡單到基本上 就這麼一條線 就是 就是XY軸之外 就是畫一條線 就表達了 那這個你在經緣上 其實理論上應該也有看過才對 OK 那這個經濟體呢 我就假設 這都是簡化嘛 我就假設這個經濟體 只生產食物 OK 跟衣服 然後食物我就放在這個 這邊 然後衣服我就放在這一軸 OK 好 那這條線呢 告訴我的是什麼呢 告訴我的是說 應該說 你想像這一塊區域好了 這一整塊區域 包括這條線的這一整塊區域 這一塊區域代表的是 任何可能生產的組合的一個集合 任何一個點在這裡 在這個裡面 在這條線上的點 都是可能可以生產的 那它之所以叫做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 Frontier就是 就是邊緣嘛 邊界嘛 那它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條線 是最外圓的嘛 所以 這是最遠最遠可以達到的邊界 那這些都是所謂的Inner Point 這些點都是Inner Point 它是在裡面的嘛 OK 所以它不是Frontier這樣子 好 那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描述說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模型呢 這是一個描述 某一個社會 它的科技的模型 可以這樣想 這個小島國家 比如說 它就只生產兩種東西 一種叫食物 一種叫做衣服 它就只管食衣這樣子 其他都不管了 住行育勒都不管了 那 這對 這就是這樣的模型 那這樣的模型 超級無理解的話 Obviously 你知道 任何一個再小的國家 就是 比如說台灣某些邦交國 那 再來在南太平洋 它是一個非常小島 只有幾萬人 它也不可能只生產兩種產品 對不對 好 可是呢 這個模型呢 嗯 OK 對不起 我其實 這個我已經講掉了 跳過 可是實際上這個模型呢 其實 闡述了五個很基本的這個principle 甚至不是在這個世界 這個簡單的生產世界裡面 我需要capture的 是很多經濟學模型都會用到的概念 OK 那 這五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 叫做 scare resources 就是 資源的稀缺性 在這裡 資源的稀缺性 是怎麼表達的呢 就是我剛剛說過 你在這個frontier的內部 你都是可以生產的點 包括在這個線上面 這些點都是可以生產的 可是在這個外面這個點呢 你是不能生產的 就是代表你的資源是有限的 你不能夠生產到無限多的組合 或是即使超出一點的限制 你都做不到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概念 好 那 對 這是同樣的例子 好 第二個是說 所謂的這個scarcity 它是有一個機會成本的概念在裡面的 OK 那什麼是機會成本 這個應該也是 這比方說大A經濟學啊 各位高中公民課應該都有學過 對不對 機會成本的概念上大家都懂 就是說 它是說 我 我做一件事情 造成我不能做的那些事情 或不能取得的東西 那些東西叫做我的成本 最大的那個 就是我的成本 概念上是這樣子 那 從我們這個模型裡面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只有兩種產品 衣服跟食物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多生產一點食物 我就必須犧牲什麼 什麼 衣服嘛 對不對 那反過來我要多生產一點衣服 就是要犧牲 食物嘛 所以他們就互為對方的機會成本 那在圖上看起來呢 就是像這樣 就是說 我想要多一單位的這個衣服 那我就是要減少生產0.5單位 這邊多一 那我那邊就是要減少0.5單位的這個食物 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要一口氣 跳9個單位來 那個多生產9單位的衣服 那我就一口氣要減少6單位生產的那個食物 所以就總會有一個opportunity cost OK 這是 這個也是 所以 用比較數學的講法就是說 這個曲線 這個frontiers 它的斜率在各處基本上都是負的 那就代表你的opportunity cost是正的 聽懂嗎 就是互相 你要是互相要trade off OK 那 第三個principle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principle 就是你的opportunity cost一定是increasing的 OK 你的機會成本只會隨著你要堅持 就是 砸更多東西去做某些事情 你的機會成本也是越來越高的 這個在李家圖寫的18XX年寫的經濟學書裡面 他觀察到的是說 假設一個農夫要種田好了 他一定是先挑最好的那塊田來生產 那他的成本一定是最低的 他只要不用花那麼多心思去照顧它 這個田就會長得很好 稻米就會長得很好 可是要找第二塊地的時候 一定是因為把最好用的那塊地先用掉 我才去用第二好的那塊地 所以那我照顧他的成本就會稍微的上升一點 那我做到很後面的時候 我就是需要越來越多的成本 邊際上的成本就會越來越高 OK 所以 這個又有一個 我剛剛講的是這個成本的部分 反過就是operability cost increasing 那其實他相對面 其實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是從最有生產力的土地開始用 接下來再來比較差的生產力的土地開始用 所以你的這個marginally 你邊際上你多拿到一塊地 你生產的時候的這個return 報酬是會越來越減少的 所以這有一個就是這個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 你邊際上就在講這件事情 那這就在講說 你的marginal的return 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就是diminishing 那這個在圖上是怎麼顯示的呢 那這裡其實概念上也很簡單 就是說 記得我剛剛說你從三單位的衣服 要變四單位的衣服 這邊就 你需要犧牲0.5單位的食物 那注意喔 這邊0.5單位的食物 就是一單位的衣服的機會成本 這樣懂嗎 那你反過來可以講說0.5單位的食物 你要多0.5單位的食物 你就要犧牲一單位的衣服 這時候它機會成本就是一單位的衣服 這樣子 0.5單位是一單位 所以你一單位就是兩單位 大致上 因為它是曲線 其實不宜再不宜是這樣 那差不多 那可是呢 如果這是你從三單位要變四單位 可是如果你從12單位要變到13單位 你要是多 已經很多了 還要再更多 同樣是一單位 我這邊要從四單位降到兩單位 就是減少兩單位 所以這個2大於0.5 就是在說明這個 opportunity costs are increasing ok 那從數學的角度來看 就是這邊這個斜率 比這邊這個斜率 絕對值來說比較小 ok 就是 斜率絕對值來說比較小 那或是你可以說 這條曲線就很明顯 它是一個 斜率是從0開始一路到正無限大 然後你就是一路負下 負無限大 對負無限大 就是從這邊開始到一路這樣下來 從0到負無限大的過程 那這就是越來越負 那就是代表說 你加絕對值它就越來越大 對不對 所以加絕對值之後 它的這個成本就會越來越高 那你可以驗證一下 其實你反過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你從 你是要更多的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概念上是一樣的 你斜率一樣會是你把這個圖 等於是翻轉過來看 XY軸交換 你看結果是一樣的 這個opportunity cost 對於另外一邊來說 也是increasing的 那第四個原則 就是所謂的 incentive matters 就是說 這個用意很重要 那這其實也是某種程度 貫穿整個經濟學的一個概念 你如果學了經濟學出去 別人跟你討論誘因的問題 然後你毫無頭緒的話 可能也是算是白學了這樣子 那這個這裡的話 其實不太能再用這個圖形表達 可是之後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或是說你想像的是說 這個 那個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畫的比較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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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概念上 這還沒有說我要實際選擇 在哪個點上面 OK 實際上真正選擇的方式是 你就想像這是你高中的時候 學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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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什麼 constraint 就是那個 線性規劃的時候 學到的constraint 那你 這是那個constraint 那你要maximize 現在假設是一條直線的話 你找的就是想辦法把這條直線 相切於一個點上面 然後推到最外面 就是你要讓這個 你的那個叫什麼 線性規劃的那個 要極大化的式子往外推 那你就是會選擇在這個點上 選擇某個點做你的身材 這邊如果聽不太懂 沒關係 我只是要講一個概念而已 那所以 事實上這個選擇 為什麼選擇這個點 就depends on 你這條線 這條線的斜率 這條的slope 會決定 我要生產在哪邊 那 對 所以 那這個斜率的改變 就會造成 在不同的地方選擇 所以其實 你的 那這條線 所代表的 其實是一個市場的價格 那就是說 當食物變得比較有價值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生產比較多食物 那衣服變得比較有價值的時候 就想要比較多生產比較有衣服 這就是所謂的incentive 就市場的一個價格 就是你的最簡單的incentive 那 有時候呢 這個incentive是被扭曲的 就是說 當政府會舉例來說 有些時候是你 人就不是很容易看得清楚自己的這個 機會什麼的 再來就是說 這個 那個 政府有時候會抽稅 或者進行一些補貼 對不對 那這時候其實也是扭曲市場 或者說像 像你們現在戴的口罩 有多少人的口罩 是那個七天兩片領到的 應該有些人士嘛 對不對 那這個 為什麼有七天兩片 就是因為政府做了管制 那政府做了管制 那 by definition 就一定有扭曲 某一部分的市場 那就會造成這個 opportunity cost 真實的opportunity cost 其實是相對難去觀察到的 OK 好 那第五個principle的話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當你是有 inefficiency 這裡 efficiency是說 你生產在這個 這個線上 這個frontier上面 這叫做 這叫做 efficient 那如果你是 inefficient的話 就是生活在這個裡面 內部的點的話 OK 那 生活在這個 生產在這個內部的點的話 意思是說 你可以 你可以在不犧牲 那個衣服了之後 增加你的食物的產量 或是在不犧牲 食物的產量 中間增加衣服的產量 或是同時增加 這兩種的產量 都是做得到的 所以就代表說 這是你沒有 進到極大化的可能性 就是所謂的inefficient 那你個人的選擇 就像是說 你等一下 之後下禮拜 會看到個人選擇的 preference 跟有些提防選的東西 那你就會看到說 在那邊也是一樣 就是你在一個 budget constraint 底下能選的東西 你如果選在 budget constraint之內 基本上都是不maximize的 好 講到這 對於這個pdf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有問題嗎 好 好 那剩8分鐘 我下節課再繼續講 這個 supplied deadline model 我們先來 解決一下 課本的問題吧 七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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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位大四的 喔不對 四五 六位 四位大四的 嚴博 翰 黛玉成 然後 傅君哲 跟 林 對 傅君哲跟 鄭成棒 你們四個人 寫 都大四了嘛 學長 學姐 對不對 商量一下 一個人出來負責一下 很簡單的事情啊 就是給你一個資訊 然後你 等一下 下課時間統計一下 不然它 多少人要課本 然後 處理一下 好 剛剛四個人在哪裡啊 剛剛我點到那邊四個人 嚴博翰 呃 呃 呆玉成 好 OKOK 好 對讚嘛 所以OK嗎 還是有什麼困難 都沒回話是怎樣 有困難嗎 有困難嗎 有 一個禮拜只來一天 一個禮拜只來一天 是今天嗎 呃 呃 那你只是需要 呃 那你反正你們四個人協調一下 找一個人出來 只是要今天 等一下統計一下班上的幾本書 然後給你書上的資訊 你跟他講 然後你幫忙大家收個錢 什麼之類的啊 其實我沒有處理過這種事情 我搞不好就等一下給你們做 概念他們這樣子 好不好 好 好 呃 好 那這樣子 我們就先下課 然後等一下 兩點再回來 我們就繼續上那個 十敗點兒媽的 謝謝